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大概是1930开始 事实上我们生意是从新加坡开始的 我祖父开始 1905 我们是家庭式的生意 也没有请人 就自己兄弟姊妹在打理 三个人在负责 我认为步调比较慢 我认为是轻动的人 所以就好像 路易得水 民力的力量是更加在 在某种旅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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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到 在某种旅客的地方 来到达到Melaka 成为了Melaka 成为了一种旅客的地方 成为了一种旅客的地方 这种旅客的地方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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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种旅客的地方 也相当于居民主想的地方 我看现在有很多外地人 都在投资了马来西亚的老物 他们说的很好 他们说的很好 你不可能 那些东西就被毁灭掉 这种旅客 我们的名字是 Cerce Jardin 我来自的 French 我住在马来西亚 最后25年 我选择 可以选择 因为我 许师 和历史 和保持 和全国内 这种旅客 与其他人的企业的改革 包括了这些人的工程 与其他人的许多 每个人都带着他们 各种地区的建设 与其他人的建设 是新的建设 这些人的建设 我认为是这些美国的成功 我们想保持了 这一种遇到的相远的经历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落在 Malacca 人们其实爱这些建立不过的城市 但人们来到达他地方的包括人 也会从 Malacca来到别多时 他们是主义的存在 但他们也认为自由 自由 and liberation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看它们的专门 而是一部分的地牌 我們沒有很多資源 我們沒有土地牌 我們沒有土地牌 我們育成為的 地牌 歷史的建築物 建築物的建築物 有一個重要的部分 如果沒有建築物 或建築物的建築物 人們不會來這裡 歷史是一個活動的活動 每個石頭 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如果有時間來聽 這就是為了 為了馬來士兵 保持這個地牌 為了年輕人 來來學習